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迷糊糊 好像你们就算公司成立到现在两年 你们也在这公司有很多 不管是经常来的大家待了两年 迷迷糊糊什么也没做 但是你撬出这个公司 你撬在法界里去看 其实你们已经在做很多事了 最起码在昏耀佛法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年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讲法的时候 只是树下很多人在围绕着 然后当他结基整理那些大藏经的时候 或者什么 他也不知道会流传到会影响到多少 就是说很多弟子只是在做 只是参与了 是这样的 就算你们目前 你看你们目前两年 我们是好像也没做 但是你在做视频 在做了很多佛教师 学习佛法 在书记所有的讲 其实这两年不断的不断的 在把佛法的东西整理出来 在网上传播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们在修正 而且按很正确的一些方法 在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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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生命等级 其实这个在法界里面翻过头看 你们走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就现在你们站的位置非常重要 这是从法界的角度看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你们没有什么区别 跟这个世界也 也在吃喝拉脏睡 好像也在睡每天说我不舒服 我累 但是你们干着在 尤其在佛教里面 你们干着很重要的事情 在法界里面的 你们的位置非常重要 以后慢慢的知道 也许有钱等我们消失 等我们留下的东西 那些整理出来的那些东西 包括视频 包括将来的教材 包括碟 包括所有奖金 你们拍出的那些图像 尤其一往那放的时候 当我们都可能离去到你留下的东西 那就是你们做的 而在整个做的过程中 你们在成长 就是每天 其实每分每秒 你们都已经在传播佛法 已经在做很重要的 这个世界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生命的成长和解脱 除此之外 就是雅伯自己持货玩乐 就是满足欲望 而生命的成长和解脱 是这个世界 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 而你们在做 你们做了这个人力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你们不觉得 就是不觉得 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 已经在做了 我觉得自己不重要 觉得 好像我没有外边人家那些人重要 好像那些人 人家每天 你看人家做多大的官 赚了多大 开着什么名车 好像他们做了什么 好像他们很重要 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 甚至他们留下了金字塔 留下了像华公一般的宫殿 但是你们做的东西比他们重要 你知道吗 你们只要参与进来的都非常重要 其实你们没有虚度任何东西 就是这两年你们做了很多 不管是做义工的来做在这儿的 你只要不管是就像送饼干的 都非常重要你知道吧 凉草弹药充足 拍录像的 打扫卫生的 吶喊助美的拉拉登也是 对啊 都很重要 真的 一个是弘仰这些东西 有很多人在看 有些东西 而且未来 因为它是实修方面的东西 会慢慢慢慢 很多修正的人会重视 还需要时间 因为那再过十年 可能 但是这这么多是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们也在修正 只是什么时候解脱而已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没有浪费自己的生命 没有浪费一分一秒 在这儿你就在成长 所以很多很多事在打扰 很多很多事 好像是这个成长很多事 因为那些事只是在你的头脑里 只是在你的头脑有很多物嘛 头脑里面好像很多事 其实到时候很清净 你只要头脑里没事 这个世界就没事 靠 你们头脑里有事而已 好像 所以做得蛮多了 只要会写 弄个什么微信了 什么这些也很厉害 每一个正确的观点 每一个哪怕是心灵鸡堂的东西 你只要传播出去 有人去翻 有人翻也看到 都是有益的 因为你全部是正向的东西 都是有益的 我们没有 你所握的东西 全部是正向的 而且是接触 可以整理出来 全部教材 什么全部叠啊 什么经典的 都整理完 那可能未来 会更理及一些其他的东西 整理出来的时候 你们有一个已经 就是修正上 凡事在这做事 就在修正上有个突破 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 其他的都是次要 因为这就是在佛法里边说 这也是功德嘛 你主要做一些事 付出一些东西 它慢慢的 到了两三年 突然你觉得头脑很清晰了 信念很结固 而且佛的知诫 已经从头灌到家 每个细胞都融进去了 然后你每一个 每个念头都不会想歪想偏 这就叫无真三昧啊 《金刚经》里边 那个什么 徐菩提说 徐菩提说 我得无真三昧嘛 阿罗汉嘛 佛成人中第一嘛 就是说 他每个念头里边 已经把佛的界地 就是贯穿进去了 没有生念法 没有这种 就是说 他的念头里边 完全是佛的知诫 他每个念头 虽然他做 还做不到 还有觉受 但是每个念就是那样想的 一起念就是那样 一起心动念 就是佛的政治界对 《金刚经》啊 这些空性的 空性的政见 现在你们一起念 还是凡夫的界地嘛 就是一起念就错了 然后还能拿佛的界地来教证 但是你到 在有三年 一般是百日足迹 就是说 一般是一百年 有三年 一般你们的基础啊 就是说 如果你们按照正的方向修的话 他的意识层面 会有一个基石 就想打房子打地基 就把那个地基打扎手 你的思维角度不会偏 一起念就是那样的 就是爱佛的说法 想的 就这样想 虽然说在这个世界 你还有迷惑 这个世界很多次跟你想的是 不一样的嘛 因为着想嘛 你还迷惑 但是你不会想偏 然后很快的就把那些 你只要爱佛的之界来 很快的那些东西有物就散去了 那个像虽然还在你面前找 但很快你会 波游戒日啊 就很快了 有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我自己休息 有一个境界 还是很早一见 就是有一次你修修修 突然觉得你像太阳一样亮了嘛 就觉得突然有开悟的感觉 就是一下 那种开悟的感觉就是说 你突然变成了太阳 就是光明啊 从心里边发出来 发出来那一刹那 你觉得你自己啊 你自己就像个妖怪 就是你这个小我 因为就像太阳出来了 真的就像那个小妖 然后里边有一个小东西 就好像你的身体那种阴暗面 就是自我的自私的那种 啊 就像个小妖怪一样 就像太阳一照就像瘦了 就是那种 然后心里边那个阳光又要出发 然后又有一个小妖 就好像啊 就好像冰箱融化了 然后就那种 然后你会发现自己那种意识层面 有些东西像妖怪 又来是收自己 他就收自我的东西 当然那种收服 它只是很形象的像个 禁节出来了 可能不止收一次 禁朝会收 就是政治节出来 邪界马少爷小云山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建立起来的 靠眼耳鼻舌神医建立起来的之间 都是基本上都是错觉嘛 都是错误的界定 这些错误的界定 带给你很多迷茫 困惑 困惑 还有苦难 那佛的政治节 一旦贯彻 从头贯到底的话 贯到整个系统的话 那些写的 那些不对的 错的 就严效尤善 你不需要去排它 重新去组织的 它马上自己就消失了 就像太阳出来 那个阴影就消失一样 冰就会融化一样 就是说你还真的没相信 佛的东西没进入 直接没进入 没进入你的系统 你只是在野皮底下 过了过 它没进了头脑 你如果进你头脑 它如果这样想 你坐在这儿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你就 你会发现这个 就是凡复的想法 有时候 你会觉得 哦 如果你当野肉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就是那样想的 因为你随同 你就慢慢慢慢 教导他 然后刚开始 你就说阿罗汉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就好像你歪了 你怎么能这样认为呢 应该是这样的 他就马上把它 都要扮正 就是 就是觉得你的想法 就有问题 所以你会苦 就这样的 你会不自在 你会苦 你已经着落这个世界了 被这个世界控住了 很难的 很难的 就是在这个时代 它难就难 在于五欲之乐 现在的五欲之乐 还有我们的亲情 友情 爱情 这些情的东西 开始是有冲突的 就是在你着想的时候 它是有冲突的 所以很多人 如果一探紧到真心实证的话 很多人就跑掉 所以有很多 赛巧方面就是说 你慢慢来啊 慢慢歇打坐啊 歇个打坐 慢慢你说我要成道的时候 你的发心随着你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你的修正的力度 就要往上停了 就是这样 所以南怀金老师 南老师就很 其实一生就觉得 他身边没有学生 跟着他修行 那么多学生 他说他没有一个学生 跟着他修行啊 他说他一旦按 修行的标准要求他的话 那个学生就应该逃了 就马上就会结束修行 因为他的心不再倒了 就是每一个 所以南老师说 我一生也没收到一个学生 他说没有一个学生 就是说 够的是要做我的学生 因为他觉得 一旦按修行的标准 去让他成佛的话 他做的都不够 因为那个时候 你做什么也不对 在到位上的时候 一个老师 在老师的眼睛里 只要你执着 你做东也不对 西也不对 你油也不对 每天的挨骂 你执着嘛 你不是找东就是找西 让你找了善 你不是找善相 就是找恶相 你就是总在找相嘛 那个时候你怎么做也不对 他一定要不断的不断的 让你读方向 不分别 让你的头脑停下来 不再跟着自我的角色转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要大量的做功德 你才能放下 就不断的捕食 不断的施舍 施舍 就是打开自我 就是心料广大 然后自己 什么东西都能成厚 的在我 就是那个心啊 宽广道 没有什么东西放上来 能压他 就是什么都能承载 那个时候就 就是 就叫龙像啊 人天龙像啊 就是大成根器 那就叫打格器 甚至到一定时候 有些 有些 有些那种 那些地质可以 为了成就别人自己放弃 就成就别人嘛 成就为了你的成道 我先放在这 就这样 帮助你先成 本身这种放下 就已经成了 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修可真的东西 最终你要你要真的发心放下 你真的已经真空了 你要最后 连自己的修行都放不下 那真的是还是 你还找自己修行的项目 所以到最后一点一点全要放 我们现在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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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其实这叫三角 一点一点走进来 一点一点走进来 去感觉有点兴趣了 这就像上女说 哎呀我今年才觉得休息有一点点意思了 你这样还连发心什么都没有嘛 其实有些人说 哎呀他没有 就是说他没有 有的人说我已经修了十年了 老师叫我吧 我已经修了十年了 他们没发心的就就先靠边上了 连心都不发 是不是有些人说我都发心十几年了 老师你每天给我讲了 但是你看发心了 他心还在红尘里边流列 不见得他发心了 就说我要成佛 成佛是什么 更好的活着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更好更精彩 就这样 更好 每一年都是自我的 就这样 但是然后你要知道佛是什么 跟天地同源 比天地还要空旷 像太阳的功德 日月的功德 你想我们这个 就这么 私心这么重的去休息 然后想得到那么大 不可能 怎么可能 其实不需要说一下放下什么 拿起什么 因为我们放下 什么也没拥有 放下什么呢 拿起拿什么呢 是不是 其实只是需要成长 其实所有的休息 就是你在成长 你怎么样成长 你一直在长大 真的就像外边的客树 你在长大的过程中 市面有东西拉扯 叫你横向拉扯 就像地心有力拉着你 但是你再往大长 按什么样的肢间往大长 按什么样的速度往大长 你想快速的成长 而且迅速的长高 目标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总有东西切引你 总有东西把你拉住 让你横向发展 不让你长出去 如果你的肢间足够 那这个世界的五月之路 就成了肥料 如果你肢间不够 那这个五月之路 让你长成个 就是那种经济 经济 乱乱草胎 你就永远成不了柴了 就这样 反正现在已经六月份 大家再努力一把 三年有一个小小的 至少定律啊 子律啊 你别承秀吧 子律 定律 还有知见 正知见 他别人一说佛法的东西 你就知道他说错了 最起码能别别 真伟就是说别人在说神通啊 佛法啊 境界啊这些东西 你知道 你脑子里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知道他们哪句话是对的 哪句话是错的 他这样心会走到什么程度 虽然你没有善巧方便帮他 但是你 你能清楚 你心里会 你知道他走错了 或者走对了 你帮不到他 你不会被他迷惑 最起码应该打到这个 还有能够打坐的时候 我要指我要坐 我就马上坐在坐垫上 就坐真的是全身心坐坐垫上 哪怕半小时 这半小时 鞋打不动 鞋打不动 没有什么东西能有过我 起坐以后我想坐上做什么 就有指力啊 有一点指力 还有 有一点定力 还有绝招力很清晰 不管做任何事 绝招力始终在这 然后能觉知自己在做什么 错也罢 对也罢 能觉得自己做什么 这是最起码 三年应该具备的能力 这叫能力 背会经典没用的 一定要具备这些素质 你才在出红尘 未来离开稻草 或者在稻草休息 你才能有收 你才能自己 有一点点东西 否则一出去就染了 你出去就完了 有一年你啥也没了 然后一年染了那七八糟 空有一点口头产 你嘴巴上会说两句 然后空有一些历史说 我曾经吃了植物 我去修行过修了好几年 等等 我专心过 我们曾经怎么怎么怎么 就这些东西啊 或者你朝过山 或者你住过毛棚 就这样 哎呦 啥用 不要怕坐不住 其实就像 你们就像那些 就像开心啊 晨晨啊 点菜点成啊 就像那些小孩子 一旦懂得学的话 一下子就学进去了 他就有兴趣了 他做三五个小时 根本不大回事 但是他又不想学的话 你逼着坐在库桌上 他也是玩儿 其实脑子不在哪儿 有时候就是 就是当你胸涛啊 就这个过程就是 道场的胸涛 不断地熏一熏 你知道 哇 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 有一天突然脑子清醒 然后打坐就很难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就突破了 很多东西 但是一定要不断地熏 你熏熏熏 你的脑子清楚 知道你在做什么 现在什么六道轮回啊 佛啊 还有这些什么 这些都是对概念啊 三界啊 你真真实实能感受到的 就是绝受 啥也没有 我告诉你 什么初轮回啊 成佛啊 这对你都是一些幻想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 完全切实的感应到的 就是 角色 深信的角色 我不舒服 然后我想要什么 我想喝杯果汁 我想吃冰淇淋 然后我想吃什么 还有当下我想买个手机 我还想玩游戏 我就 这是最真实的 现在是最真实的 就是眼前的东西 其他的其实 整天说说说 都是幻境 所以你修行还没有 就不行 那些幻境 你怎么可能为了那些幻境 放下眼前真实的这些呢 这么真实的 你都 你怎么可能为了幻境放下 那些东西摸不着 看不见 有的人只是不满意 我以前的这些 或者玩灭了 我去玩一下那个 但那个好像玩了一圈 没玩出什么效果来 那么我再玩一下 这个 它两边不放的 就这种 这个是不行 还是还是继续 就慢慢慢慢清洗起来 把休息清洗起来 休息的路清洗起来 但你应该很清楚 你走在哪条路上 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身边的这些 男男女女 每个人在做什么 当你发现自己在做什么 你就知道 很清晰 他们在做什么 每个人在想什么 就很清楚 然后你在这条路上 你可以选择不走 坐在中间 或者是走或者不走 或者跟他们玩 都没问题 那个时候就长大了 真的没问题 你可以留下来 留下来慢慢走 不怕 但你可以快快走 你不跟他们玩 都可以 就是有时候修修修 累了吗 疲惫了 不知道自己修什么 修修修 不知道了 刚开始有点激情 做啥 到底时候激情 跟热情就没有了 而且坚持 坚持什么呢 到底能达到什么呢 很多做了 有时候做了一年两年 一无所获 那是你自己觉得 一无收获 你在长大 知道吗 长大怎么能有所收获呢 就要开心拔个子 长到那么 它有什么收获呢 长大了能有什么收获 你真的是在长大 你的心眼光 所有的一切在成长 就是这样 有一天你会懂 长大有一天你会懂 就是懂那本经 那本经放在这的时候 你懂了 这就成功了 你就可以了 就是往大找 现在说啥也是 就是 嗯 就像你看郭云的眼神 就是文宣的眼神 你又说啥呢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看看 你又说啥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松喜的眼神 哈哈哈哈 你又说呢 好像对 我忘了 我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啥 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长大嘛 叫长 赶紧长 长大那天 唯一幸运的是 你没掉队 就OK 知道吧 没办了 我敲出去 去 然后我说 哎呀 阿信鬼我中间跟上了 没掉队 没落下 人家都走了 就剩我一个 哈哈 这是你最 没掉队 就行了 可以了 没死 不是 你觉到到你吃多了 不能吃了 脑子还这样想着 然后又吃了两个人 然后真吃多 我就难受啊 好几天 这样 但是你要是不觉 你连觉都没有 你就永远会吃多 但是这个觉啊 会导致你 这一次吃多了难受 哎呀下次一定不会 所以他总有这么想嘛 下次又吃多了 难受 就要说下次不会了 下次又吃多 三四四四五次 总有吃少的那一天 就说有希望 你要绝照都没有 就没希望了 是吧 这样 修绝照就是这样修的 你会不会有什么 太厉害了 你会不会有什么 太厉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